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心其实是很想解脱自己 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为自己所爱而活 周妍她的性格也是那种比较直接直爽的 很活泼可爱很开朗然后很阳光 心中有英雄梦 就是要去保护自己身边重要之人 她也通过她的勇敢 然后通过她的努力真的做到了 古灵清怪 行侠正义 倔善良 你可以用她去抓住你的补区 整体来说朱妍也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成长路线 特别是后期的朱妍 就是她会更有大爱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美好 管控扫门 芷元她非常的专一 她知道 小人甚至那一个人 我不能背叛我曾经爱的那个人 即使那个人已经死去了 她是一个伟大的人 海国君从今日起由我接管 为了保护焦族 保护藏身 保护朱妍 决准在我这里很明显 她会愿意去牺牲自己 我不后悔 雪露她受原生家庭影响比较大 我出生的时候就看到了 世凯一辆人心光景 从小就是一个封闭自己内心的人 为了后人 可以生气的气 她是想为了赢取她母亲的牌位 弥补自己母亲的那份遗憾 有很多人在支持着她 觉得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 其实她也被人爱着 清刚她本身就是一个清族旁之 不断靠自己的努力 点一点获取 现在清族将军的这样一个成就 清刚比较正直 白雪露要求任何证 全都愿意为她实战 白雪露给了她感情上的开启 成为更比较成熟的一个男人 崇明这只神兽 见证了石影跟朱元的这一路的 所经历的事情 所有的磨难 就她永远希望小影子看见自己 是开心快乐的 是给她带来快乐的一只鸟 不要太想老夫啊 她不仅守护着石影 也守护着九仪山 石影就是一个不想去争夺好位 只想当一个闲散王爷的人 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和我的亲人 和我的爱人在一起 但是她背负的更多的不是她一个人 而是整个家族的问题 她的成长不只在于感情方面 也在于她整个人的担当 儿臣成全白雪英为妃 请父皇成全 白雪英她就是一个 按照父亲的意愿来走 会给她造成一种无形的一个躯壳 我不能把我一些情绪释放出来 直到她遇到诗语 不想人家欺负 她会变化很多 会想着需要为自己争取 大思明的性格是不喜全事 她是喜欢隐居室外的人 对于家族 我背负的东西有太多 我有很多恨 对自己的恨 对于当时现状的恨 越是不可得 越是相思入国 这一部剧呢 它是一个灭练的情感故事 但是我们尽量地加入一些主题 知命而不认命 你敢说你拖在前头 不想你在朝鲜思考 其实她都是人 她是人的血肉之躯 也有人的这种七情六欲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她有自己的一些追求 剧本身是一个很宿命的剧 但是每个人只是在打破他们的宿命 以生死为维度 要更广阔一些 希望能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多样的情感体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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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